大家好 跟大家做一個我們這個 這個行身造件 然後這個四周旅遊的計畫 的一個簡介 我們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所以第一個呢 是我們的方向是什麼 我們的行身造件 四周旅遊要去哪裡呢 這個要去哪裡很簡單 答案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答案非常容易 每一個人的心 然後怎麼走去 有沒有導遊啊 想導啊等等這些東西 導遊是誰呢 導遊基本上 對我來說就是我們的情緒 我們現有的 所謂解不開的東西 所謂的痛苦吧 不管是身體的也好 情緒的也好 精神上的也好 不憑不滿不甘願 對這個世界覺得沒有意義 這東西對我來講 都是我們的導遊 因為這些所有的情緒 所有的痛苦都是真實的 然後只有 徹徹底底接受我們這些 打從心裡真實的東西 我們才有機會呢 到我們的內心 這就是我們行身造件 希望能夠去的地方 好 然後我們需要有地圖 地圖我在另外一個video有 基本上就是 MCA2024 還有四個方格 這個Sympathy Empathy 然後這種 當作Channel 當作一個 好像一個 一個 管道 對 跟 跟這個 Compassion 慈悲的連結 這在另外一個video有 請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們這個 方位 是全方位的 我們要走這條路 一定要全方位的走 OK 不是說我的頭走 我的左右腦肢見 肢見 從肢見左手 很抱歉 走不通 OK 然後這種所謂的 靈性的東西 對我來講走不通 我們的情緒 所以我們的肢見 情緒 之間包括 嗯 我們的左右腦 OK 我們所有學過的東西 OK 所有的理義廉止啊 忠孝仁愛啊 那個所謂的K Knowledge OK 那情緒腦 OK 然後 Heart是中腦 然後 情緒 情緒 情緒我們有什麼呢 有我們的 觸發點 Triggers 來 比如說我剛剛 剛剛有個病人 小時候六歲的時候 六歲還是八歲的時候 跟他哥哥玩 好開心喔 兩個人躲在這個電線桿後面 互相丟石頭 結果他頭一伸出來 這個石頭就打到他的頭 打到他這個都脈 跟他這個膀胱經 這個附近 所以他這一輩子就覺得說 跟這個世界就是有點分離 就是時時刻刻的害怕 OK 基本上在他石頭扎到的時候 一臉的血 他這個內心的這個 這個東西就建立起來了 OK 他有這個 情緒上面的這個觸發點 OK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OK 也不知道在什麼地點 然後他很開心的時候 好高興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何憂慮的時候 蹦一下這個就要被觸發了 所以剛剛他跟我這個 溝通的時候 基本上就說 這輩子就是不安 OK 那這個不安事實上 在做什麼 是在保護他 OK 這已經保護他很久了 可是 是不是我們時時刻刻 需要這個保護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這情緒一定要能夠解決 然後還有爬蟲類 爬蟲腦的這些東西 比如說他在這個被打的時候 想要哭想要叫 可是又哭不出來 叫不出來 然後大人來以後緊張得不得了 他又不敢講 又希望把任何事情 不要讓任何人知道 怕被罵 所以有很多情緒 爬蟲腦的這個指令 沒有執行的指令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身體 所以身體呢 我這次就建議大家做一個 把這個脊椎骨弄起來的事情 所以在另外一個video有 所以 這個地圖呢 有另外一個video 然後 身體也有另外一個video 那我們要解決這個中腦的問題很容易 就是我們當下能夠做最有力量的事情 就是問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們中腦就可以了 可是對我們的知見跟我們的情緒呢 所以我們需要另外一個工具 這工具是什麼呢 就是 記事本 筆記本 就好像我現在在寫的這一本本子 所以你看 我這一部要寫了多少 那個是我大概已經 最起碼有六七本吧 所以這個記事本呢 在另外一個video我也有 所以 行生召見四周旅遊 有一個記事本的一個video 請大家參考 那這個爬蟲腦的指令呢 我們走個一兩個禮拜以後 我再 我們 我再 出個video呢 跟大家解釋一下 OK 嗯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走這段路呢 大概就是這樣走 OK 每個人走進自己的內心 OK 然後在這些情緒啊 等等這些東西 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東西 我們就是已經忘記了 OK 譬如說 剛剛這個這個這個人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他49歲吧 還是 對49歲 然後這一輩子他就覺得不安 然後我就問說 欸你有沒有摔過什麼 有沒有撞過什麼 有沒有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欸我去年有啊 去一個游泳池 然後摔到我的尾骨 我說那很抱歉 去年呢沒有 對你對你不可能造成你這一輩子的驚慌 要更遠 OK 可能20年30年40年 在你10歲以前 他真的想起來 就說欸我真的有被 跟我哥哥玩 然後就是 頭這個這個石頭打到 所以很多東西會跑出來 OK 或者我們以前 所受到的創傷 所受到的攻擊 被狗咬 被什麼什麼 然後非常非常害怕 或者是 爸爸離開家了 或媽媽離開家了 那種我們那種恐懼 恐怖 全部我們都要寫 寫在記事本上面 OK 那這個在記事本的這個 這個上面 我會比較詳細的講 好 所以基本上這就是我們這四個禮拜要做的事情 OK 能夠到哪裡 不知道 希望大家呢 都有足夠的情緒 足夠的痛苦 然後我們有 足夠的勇氣 願意走這條路 OK 所以我們可能會 過很多的山 很高很高的山 過很多很多的河 很深很深的河 在我們的內心可能有很大很大的壓抑 基本上我們一個信念就是說 我要過這個河 我要爬這個山 OK 我不但要過這個河 我還要真真的過去 我不要就是在這個一半 或者是腳碰到水 我就要逃走了 OK 我要真真實實的過這個河 這沒有保證 不知道誰能夠走到什麼地方 可是重點是我們開始 OK 我們知道這個方向是有意義的 這樣就好 OK 歡迎大家 咱們 準備一起同行 謝謝